之前一连串的食品安全风暴 让一些传统手工酿造的酱油 反而更受欢迎了 包括了在屏东监狱所制造的顶心酱油 他们现在在这个狱中 受刑人所做的这些酱油 因为是用传统的方法来酿造 在市面上很抢手 不过因为产量实在有限 电话订单都已经排到半年之后了 为了解决这些市场的需求 屏东监狱现在干脆展开了扩厂计划 销售金额估计一年可以达到7000万台币 经过处理的黄豆先放进智渠室内5天 紧接着再倒入地下潮池内发酵4个月 才能榨出如此透彻的酱油 最后透过全自动化的设备进行装品 这一瓶名为鼎心的酱油 铜银益字和鼎心黑心油 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市屏东监狱作业班 依照传统酿造法制作 最受到民众青睐的产品 尤其在一连串食安风暴后 订单不断 平均都要半年以上时间 才能送到民众手中 买不到的人是很多 是要先预定 要等很久这样子 除了预购的 监狱也提供限量酱油 供民众现场采购 只不过来的人都是拿着推车来买 一天50箱 在10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 就是好才要来 买几箱 我要买20箱 为了不让民众苦等酱油 屏东监狱决定进行扩厂 将原本的员工餐厅改为制造厂 利用69座大型的发酵槽 要来增加产量 预估每年可以替国库 增加约2000万收入 预计大概差不多的7到8千万 我们的一个酱油的扩厂效应 大概是这个样子 除了厂房外 人力也将陆续增加 包括获得金牌奖的原汁酱油外 还有成年酱油 以及其他相关产品 预计产量都能大幅提升 屏东监狱说从6月份起 酱油一瓶难求的情况 将渴望获得改善 也让受刑人面对社会的信心大增 民事新闻洪明生